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挺好的 就是有很多的很多自己的时间 是不是跟好友会相比起来 然后这会儿就特别的悠闲了呀 对 非常的悠闲和轻松 回来这几天到现在为止 还有当时那种兴奋开心的这种心情吗 那倒没有了 平静的比较快 我拿完冠军那个晚上 过了第二天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 那天晚上大概是从 拿完冠军以后 从领检台下来 就是大概可能见到教练 这种情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那一天 就是事情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那天因为打完就已经很晚了 打完我们那边已经12点了 就是东京时间已经12点了 然后当时颁完奖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马上就要去尿检了 所以其实只有下来的时候放包拿那个领奖符的时候看到了一下教练 就是拿着我带着那个奖牌 因为我们第二天晚上去看龙哥比赛嘛 因为我下午 假一番他们比赛的时候 我有那个央视的采访 所以也没碰到 后来是晚上 别老乱乱 不好意思 重新说一下 你看龙哥 比赛的时候才碰到 就是带着奖牌 到那边就是拍照了 等于第二天的时候 又带着这个冠军的奖牌过去了 对对对 因为要拍照嘛 在球馆拍就是可能会就是会更有价值的意义 纪念意义 就是我们之前也是采了一下那个王林教练 然后王林教练一直就说 陈玉飞小时候可能是他的性格什么的可能是挨骂比较多的 就是那种无所谓的态度 但是现在这种会不会也就是转化成你的这种一个 就在场上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呢 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会有吧 特别是从心态这方面来说 因为可能心比较大 然后对很多事情都不会特别的放在心上 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心态啊 所以场上就是可能就不容易那么的放不开 我觉得 那你这个在场上真的是 没有想法 我只需要拿下眼前这一分 还是压制了一下自己 我要去拿冠军的这个心情 其实我没有想 就是不会去考虑结果啊 就是都想奔着赢的目标去打 但是把过程做好会最重要 因为像其实前面几场的话 就更加没有想过要拿冠军 就一场场打 但打到最后的话 我觉得人难免都会想到一下结果吧 但是我会马上的告诉自己 不要去想结果 特别是我领先的时候 第二局领先的时候 其实我会有一点小想法了 就是觉得可能比冠军很近啊 但是我会马上的 是告诉自己不要去想结果 把一分一分做好 把过程都做好 其实你也是第一次打奥运会 打奥运会到底跟平时公开赛 或者市井赛 甚至是汤油杯苏杯这种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其实对在我看来 没有什么太大的 因为可能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 可能是没有观众的原因 就是因为疫情 然后没有观众的话 整个氛围 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像奥运会了 跟普通的比赛有点像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释放的比较好的一个 没那么多压力的一个 也有一些这个原因 所以你更喜欢 没有观众这样的比赛 能这样说 那也没有 也挺喜欢有观众 有观众 大家就是那种欢呼啊 然后那种加油声啊 我觉得也会有帮助 就是不一样的吧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帮助 但是其实决赛 打赢了之后 还是有很多 掌控有很多媒体啊 然后还有我们代表团的人 然后我们教练 然后我的队友 就是他们帮我加油 其实也是有很多 当时拿下决赛那时候 就我们当时也跟 王林教练 跟你的小师妹 你的室友 王子怡在联系啊 我们当时 让子怡去预测 如果陈宇飞 拿到冠军 他会做什么动作 他说无非就两个 一个是举起手 一个是倒在地上 结果你两个都做了 因为我这个人 没有什么太多 花里胡哨的动作 就是都是下意识的反应 可能就是这两个吧 那一刻有想法 还是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 到什么时候 你才清醒地意识到 我真的拿奥运冠军了 站起来的时候 站起来跟罗兰抱在一起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 哦 好像 好像我 有点反应过来 是不是也从来没见过罗兰这么激动 哦 没有 是吧 那有没有看到 看台上什么 夏导啊 他们 还有张军 知道 我看到他们都站起来欢呼了 对 因为我也跟他们 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吧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激动 想起来会有 会有点兴奋吧 也不算激动 谢谢 谢谢